故宫有很多口钢 铁钢铜钢 刘金铜钢 铁钢基本上是明朝的时候住的 比较古朴 还有铜钢大部分都是清朝的时候住的 尤其是他有品级的 你看据说太和殿附近的都是刘金铜钢 钢上边刘的金 说当时这一个钢上用100两金子 不是导游都说给八国联军的刺刀 就把金子给刮下来了吗 现在继八国联军之后 中国游客也上去了 故宫发了严正声明 在御花园附近一口铜钢上面 有游客 刻了一个心形 刻了一个心形 在这心形里还刻上了两个人的名字 很可能就是一对情侣 为了铭刻自己的爱情 要把自己的爱情刻在故宫的大钢上 刻了一个这个玩意儿 然后故宫说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了 并且严正声明 故宫 每一块砖 每一块娃 每一口钢 都是重要的文化财富 这我就想起你看日本人把他们那个博物馆里的东西都有标签的 这个国宝好像最牛的国宝 还有是重要文化财 重要文化财 所以很多故宫里到处都是重要文化财 然后向这个社会谴责这种恶劣行为 这个网友们都开始这个发微博炮轰 甚至有人要人肉搜索这俩人 不过也有人鸡贼 就说你这个万一是有人黑仇人的 你要讨厌谁 你把他名字这么一刻 到最后查出来不是他顶纲吗 其实故宫现在同时还有一件盛事 有一个大展 好多宝贝都拿出来展了 看的最多的是清明上河图 就是这次咱国宝了 故宫里的国宝 传说是北宋张泽端画的清明上河图 我有的朋友 我看在微信朋友圈里就抱怨 早上起来8点 换着跑鞋 穿着跑鞋 门一开 疯跑 就那样 你看排6个小时的队 人们看清明上河图 我这个朋友在朋友圈里就抱怨 说是太讨厌了 我不喜欢这么看话 为什么 他就说是清明上河图管理 有些工作人员 敢观众看话的观众 轰牛赶马一样 快走 不要在这停留 快走 甚至于可能还有推着走 这么走 他就觉得这么看话太糟心了 你可能觉得那是让他那么多人看排6个小时 谁都想站着画前面都不走 你怎么办 可是这毕竟是一个古迹里边欣赏艺术博物馆 那么应该是个什么气氛 他觉得就特别就不受尊重 其实我倒把这两件事对照起来 赶在故宫的缸上刻字的游客和轰牛赶马的工作人员 你不觉得这俩是一对吗 什么样的游客 什么样的管理者 什么样的管理者 什么样的游客 这实际是一秋之河 都是这么粗鲁粗野 粗鄙粗俗俗 这就是咱们这个生就经常生活在这个气氛里啊 你甭说博物馆了 那些医院不是也抱怨吗 他赶的排队的人 很多时候就是跟赶驴似的 那么经常咱们好像就是中国人就习惯于这种对待 而且我甚至还说了 对我们可以投诉这样的工作人员 不尊重游客 可是在钢上这个刻字啊 或者把人家这个我还见过有些这个铜像啊 你说一个女神呢 或者什么铜像 你一看给摸的就就乳房这个地方 就乳房这个地方摸的流金金光灿发亮啊 还有一个什么地方是那个那种红色旅游的有个女红军的那个雕塑 然后就有游客站着女红军踩女红军脑袋上 这么照相 您说你可以说工作人员不尊重游客 但是像这样的游客 你说他配不配得到尊重啊 他自己也也没也也没拿自己当回事啊 自己就不自重 所以这也就是咱们生活的环境 你怎么办 太糙了 咱们得讲点文吧 这个博物馆呢或者是这个古迹啊 这是斯文帝吧 可是在里头的人是斯文人吗 所以我就说啊 现在就得提倡我这个名字 哎文嘛文韬嘛 不过我要是把我这名字来历说给你 你可能又哑然失笑 我是1967年生人 我爸给我起这个名字 是什么意思呢 文化大革命的滚滚脖头 简称文韬 当时我们班长就叫文革 那时候很多我这岁数的都直接就叫文革 那你想想 故宫现在发声明 说每一块砖 每一块瓦 每一个缸啊 都是这个我们的古迹文化的财富啊 可是当年文革的时候 红卫兵砸了多少 烧了多少 毁了多少 哎 这事咱就过去就过去了啊 往事如烟 咱们多少国宝多少重要文化财哎 就这样往事如烟啊 灰飞烟灭了 所以我想说什么 我小时候一直受到的教育啊 那个时候我还没出去开眼呢 就是我老觉得咱中华民族哎 那是这个5000年文明啊 中感觉中华民族是特别珍惜老东西 特别珍惜老祖宗的 特别哎守护着这个旧物的这么一个文明 可是当我去了欧洲 我去了美国 我去了日本 我产生一个困惑 我觉得咱们真的是多么喜欢保留老旧的一个民族吗 你从历史上看哎 当年这个秦始皇皇宫 那厄旁宫三百里啊 可是造反的人打进来 一把火不就给你烧光了吧 他才不管你这个什么遗产 这遗物 咱们你看讲究的是改朝换代 就要翻天覆地 咱们就要这个破旧立新 咱们就要除旧不新 咱们就要甚至是讲究喜欢新陈代谢 甚至于你看 咱们接受这个达尔文那个进化论 接受起来特别容易 很多时候我觉得咱们这个民族 喜欢的是新的 哎 感的是时髦 咱们接受一些新的时髦玩意儿啊 接受的非常快 你比如说这个iphone6s这个玫瑰金 这不就是给中国粉打造的吗 咱们抢这个苹果新手机 都托人抢到美国店里去排队去了 咱们真的是个爱好保护老东西的民族吗 咱们有脸这么说吗 其实中华民族的很多文明啊 咱们比较重视文字 保存在这个书里边的 典籍里边的中国文化还比较多 真的您要讲 实物啊 建筑啊 这个雕刻啊 包括这个书画 还剩下多少啊 十不存一啊 十不存 十件里边没留下这个一件 就留下这么你 你像咱们这个事情 我觉得咱们这个民族啊 有点像猴子 你看孙悟空72变 你看咱们喜欢孙悟空这个形象 咱们喜欢变 喜欢变变 改朝换代 成头变换大王旗 咱们你看 叫什么 说就得通 通则变 变得久 咱们是讲究这个的 那你像日本 哎 日本的天皇 叫万事一系 你看 他就一个黄筒 一直就没变过 一直传下来 这你才能说他们是比较喜欢 旧的东西维护一些老的东西 你看日本那些大庙 那个大几百年上千年的这个山门啊 那是你能说人家是喜欢保存老旧的东西 我们呢 我们到最后就是在一口我们要把我们这颗这颗这个喜新厌旧的心呢 刻在咱们的旧缸上 还要刻上咱们的名字 不以为耻 翻以为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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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